好了啦,我是萨比 今天要看一部特别的电影《灯塔》 它绝对不会成为大家娱乐放松的首选 色调是黑白的,画幅是4比3的 整个故事只有两个人 在一个离陆地很远,与世隔绝的孤岛上 守在一个灯塔里慢慢发疯 水手和灯塔也不是我们有共鸣的主题 但你要问我这部电影好不好 我可以说,它能进我2019年最喜欢的前五 电影的导演叫罗伯特·伊格斯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很陌生 但它的上一部电影叫《女巫》 口碑票房都爆炸好 当年也是不大爆款 两个男主角,一个是罗伯特·帕丁森 新的蝙蝠侠 另一个是威廉·达福 第一代蜘蛛侠里的绿魔 也是出了名的戏骨 我得承认,我也是看了导演卡斯阵容 才被吸引进来的 先看故事 海面上漂浮着浓得抹不开的雾 一艘小船不知道在浪里漂了多久 才在一片灰蒙中找到一颗小小的闪亮光点 这个光点是建立在一处孤岛上的灯塔 说是孤岛,更像是一块石胶 船上的两人是灯塔管理员 一老一少,一大一小 老的是长官 新的是刚应聘来的助手温格斯 孤岛上什么都没有 灯塔旁连接着储存物资的仓库和管理员的宿舍 房子外除了石头就只有杂草 别期待有什么野生的可爱小动物了 在灯塔上方盘旋着成群的海鸥 它们像恶棍一样 和可爱并不沾边 很多有关灯塔的文学作品 都把灯塔宫描述成了世界上最浪漫的工作 蓝天白云孤岛 海鸥土狗石胶 有书有茶有时间 可真正的灯塔管理员 却是一份很忙的工作 在以前技术不那么发达的年代 灯塔是所有海上船只的向导 必须确保一年365天 都处于完美的运行状态 灯镜每天都得擦 柴油机每天都要检查保养 旋转机每隔一个小时就要上弦 天黑点灯 天亮关灯 枯燥又繁琐 这还只是天气好的时候 台风天的话 地上的土路全都会变成泥浆 稍不注意被刮进海里也不在少数 但这还不是这份工作最难的地方 年复一年的与世隔绝 带来的绝不是诗意 而是巨大的寂寞和空虚 这是刚上岛的小伙 温斯洛没办法想象到的 他在床垫里发现了 上一任助手留下的一个半裸的人鱼雕像 手在不该摸的地方划过两三下后 他决定偷偷藏起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 长官给温斯洛和自己倒了两杯酒 他是个对大海有着很深崇拜和敬畏的人 每次吃饭前都要念祷告的诗 念完诗后 长官对温斯洛举起酒杯 预祝他们接下来的四周工作顺利 没想到温斯洛拒绝了 他是个滴酒不沾的人 长官告诉他 不把杯子里的酒喝完会倒霉的 这是海上的规矩 温斯洛很犹豫 因为灯塔管理员的手册上说 他们是绝对不能喝酒的 想了一下还是把酒倒了 打了半杯蓄水池的水上来 不能服了长官的面子 没想到才抿了一口 他就吐了出来 全是海水咸腥的味道 长官幸灾乐祸地笑了 清理水箱也是你的工作之一 手册上写的你还没读到吗 你还要清理铜壶和钟表 吃完饭你还得收拾我们住的房间 外面还有一堆东西等着你去修理 听到了吗 小伙之 长官还让温斯洛误散以后 今晚就开始守夜 温斯洛本来打算明早起来去看灯塔的 听到灯塔两个字 长官忽然像变了个人 与其激动地强调 灯塔是他的 他从晚上看到白天 不需要换班 然后抱怨 怎么又来了个不懂规矩的年轻人 来到岛上的第一顿晚饭吃得并不愉快 长官几乎是把所有的工作都丢给了温斯洛 当然温斯洛一个新人也不敢有什么不满 晚上给灯塔加煤的时候 温斯洛看着发给他的那本灯塔管理员手册 天高皇帝远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真正的规矩只有一个 长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忽然灯塔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 把温斯洛吓得耳膜都差点破裂掉 气得直跳脚 而塔上的灯房里长官脱光了衣服 喝着酒 迷醉地看着旋转的玻璃 像在看着一个绝美的女神 灯塔射出的光试图冲破迷雾 温斯洛顺着光照的方向走向漆黑的海面 他看到几块浮沫 浮沫的中间有一个溺水的女子一动不动 温斯洛着了魔似地走进海里 近看到一只美丽的人鱼 在水里畅游 从房顶上伸出的水滴在了温斯洛的脸上 天已经亮了 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不知道看到的人鱼是不是梦 他的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 长官就已经给他布置了一大堆任务 修补房顶 清理水箱 给灯添油 说完长官自己躺下了 他刚守完夜回来 这些日常工作繁琐又枯燥 大部分的时间 温斯洛只是机械的坐着 脑子里胡思乱想 修补房顶的时候 透过破掉的洞 他看到趴在床上的长官 均匀呼吸地让身体一起一伏 像是在做着某种他不敢想的运动 让他的心里一阵烦躁 把煤运到了仓库 一只海鸥堵在了门口一动不动 还嚣张地对温斯洛大吼大叫 谁都敢对他指手画脚 温斯洛气得拿起煤就扔 海鸥一边挑衅一边飞走了 回身一看 远处的灯塔上 长官正看着这边 盯得温斯洛心里发毛 本着想要认真工作的态度 温斯洛连拖带扛地 把一桶油从地下拉到了塔顶 正准备去给灯加油 长官忽然出现吓了他一跳 态度很差地让他别上去 扔给他一个小壶 让他以后用这个装运 这么大一桶会爆炸的 温斯洛的气都还没喘直 就挨了一通骂 长官却还在喋喋不休 问他是不是个傻子 禁度落后那么多 还不赶紧去做正事 温斯洛被气笑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长官依旧给温斯洛 倒了满满一杯酒 念起了他的祷告诗 温斯洛不情不愿地碰了杯 喝了一小口 皱了皱眉头 这些反应都被长官看在了眼里 长官笑着说 还是只喝那么一点啊 打起精神来啊小伙子 都已经两周了 我们像死人一样什么话都没讲 人生就应该享受 现在就应该聊天 在我们的视角 或者说是温斯洛的视角里 他们在岛上不过一个晚上一个白天 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压抑 但实际上 他们已经按照这个模式生活了两周 一个人如果对时间丧失了感知能力的话 他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起来 情绪也会变得不稳定 换句话来说 脑子出问题了 我们看到温斯洛吃饭的样子 眼神呆滞着 不是对长官有情绪的话 就是注意力又不知道飘到哪去了 长官自顾自地讲着他的故事 水手最怕的是 被困在暴风雨中无法动弹 停滞不前 黯淡无光 空虚和寂寞是摧毁一个人最快的毒药 但水一下就喝光了 唯一的解药就是酒 酒是个好东西 能让人心情愉快 保持冷静 温斯洛补了一句 保持愚蠢 长官被逗笑了 看来小伙还是有点幽默感的 就劝温斯洛继续讲 竟然话匣子都打开了 温斯洛想了半天问 上一任助理为什么辞了 长官倒是没什么隐瞒的告诉他 死了 疯了 天天说什么海妖人鱼 还说灯塔里有魔力 妈祖把他的火喷在了里面 见到的人都能获得救赎 温斯洛摇了摇头说了句 荒诞的故事 长官忽然换了个话题 我看到你今天招惹海鸥了 你最好离他们远点 杀海鸥会倒霉的 温斯洛又补了句 又是个荒诞的故事 长官猛地一巴掌拍到温斯洛头上 吓得他整个人站了起来 长官自己也被吓到了 刀子从嘴里掉了出来 语气颤抖地让温斯洛别介意 晚餐尴尬地结束了 长官吃过后就上了灯塔 温斯洛躺在床上 借着月光打算看点小书 一只海鸥飞到窗边 锅躁地啄了几下窗户 尖锐的声音 让温斯洛好不容易静下的心情 又躁动了起来 他瞥见床边那尊半裸的人鱼雕像 右手不自觉地摸到了另一个地方 夜深了 温斯洛走到海边抽烟 抬头看向灯塔 长官脱光了衣服张开手臂 似乎正做着什么奇怪的仪式 好像这灯塔真的有魔力 再下一秒回头 长官开门走到了楼梯边 穿好了衣服 像是察觉到了温斯洛的住室 吓得温斯洛赶紧躲了起来 温斯洛能去到最高的地方 就是灯塔下面的楼梯 要上到灯塔里 还得有长官手里的钥匙 擦拭下面的旋转机 也是温斯洛日常的工作之一 可即便是这样 长官也是不允许温斯洛单独在灯塔下面的 每次看到都会暴跳如雷 今天长官又抓到了温斯洛单独在灯塔下面 第一句话就指责他最近的工作不负责 长官把他拉回了宿舍 指着地板问怎么回事 温斯洛不理解 他来来回回用抹布抹了两次 拖把也拖了两次 长官骂他是个骗人的狗 不知道为什么 温斯洛对狗这个词反应特别大 阴阳怪气的也顶了回去 你就是喜欢烦我是吧 我可不是来做家庭主妇的 这些个破烂的房间 英国女皇的管家来都不一定做得比我好 但长官可是受不了顶撞的 他是个固执的老头 谁敢凶他一句 他肯定十倍恶毒地咒骂回去 老一辈的水手 一个个都是水系脏话的艺术家 老祖安出来的 长官骂的这段话太精彩 大概就是把生锈的钉子挖出来 用什么吸得像抹香精的什么一样干净 具体就不放出来了 骂完之后又喊了两句 狗 气得温斯洛呼吸都变得不顺畅了 今天大概是温斯洛倒霉的日子 连天气都开启和他坐起对来 下了场大雨 每次一沾水 岛上的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 几乎是走两步划一跤 温斯洛运着眉如履薄冰 还是甩了一地 看着他在风雨中呆滞的神情 既可怜又可笑 晚饭的时候他们俩一句话没说 温斯洛甚至气得食物都咽不下去 长官却像屁事没有 吃得比谁都香 俗话说床头打架床尾合 第二天两个人就像没事一样 还乐呵呵地一起工作起来 粉刷灯塔的外墙 要涂得白白的 像妓院的标志一样闪亮 温斯洛一边擦一边大喊 再怎么白风暴里也看不到啊 但长官不管 还是不停地把绳子往下放 说好好做的话 给他在小本本上好好记一笔 这可是加分又加工资的 没想到放着放着绳子断了 温斯洛从半空中摔了个狗吃屎 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醒来 身上全沾满了白色 也分不清是颜料还是鸟粪 一个海鸥啄着他的腿 嚣张无比 温斯洛四处环顾了一下 怎么长官也没想着来看看他 吃晚饭前 温斯洛特意偷看了一下长官 发现长官确实有那么一个小本子 记完以后又会藏起来 两个人长期在一个密闭的地方待着 对方有什么小动作小秘密都想知道 不然就抓心脑肺地难受 八卦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 今晚吃饭的时候 温斯洛话比平时多了一点 可能是知道自己的表现和业绩奖金直接挂钩 他还主动给长官倒了酒 让长官以后别再叫他小伙了 叫名字温斯洛吧 长官看温斯洛终于愿意聊天了 就问他 像他这种长相的人 为什么要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工作 温斯洛以前是个伐木工 在北方靠近加拿大的边境 一望无际的森林是他的海洋 云山 落叶松 白松 什么树都有 直到有一天他收购那些树木了 长官叼着烟斗走到窗边 那种生活他听过 难啊 大海才是他唯一的归宿 温斯洛问他怀念出海的日子吗 当然怀念 长官说 只是他那条瘸掉的腿不允许了 把这后半辈子托付给灯塔 也挺好的 至少比那些有血有肉的女人 更安静 更真实 长官曾经也是个有家世的人 在海上漂泊了13年后 把孩子留在了家里 孩子从没原谅过他 花风一转 长官又问起温斯洛到底为什么来这 好像刚才温斯洛的答案并不能让他满足 长官粗犷的外表下 心思比任何人都要敏感 温斯洛只能耐心地再解释一次 他看到报纸上说 去做灯塔管理员 离岸边越远越赚钱 一千块美金一年 他就想着老老实实苦干几年存点钱 回乡下买块地买个房子 再也不会被人问和长官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又是一个老套无聊的故事 长官总结了今晚的闲聊 他们没喝酒 倒是抽了很多烟 想的比平常都要多一点 日常工作还是那么枯燥磨人 温斯洛已经清车熟路了 最难熬的还是那一个个辗转反侧的夜晚 长官一入夜就钻进了灯塔里锁上了门 他到底在里面做什么 成了温斯洛心里最挂忌 却又解不开的谜团 于是某天晚上 他捏手捏脚地走到了灯塔下 本来想偷窥长官在干什么 却发现上面滴下了恶心的粘液 巨大的章鱼触手在里面挥舞着 吓得他不敢闭上眼睛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 想去给自己倒别水喝 水泵压出来的却是腥臭的血水 出去一看 才发现水箱里多了一只腐烂掉的海鸥 温斯洛还没想好该怎么办 又一只海鸥降落在了他面前 嘎嘎地叫着 嚣张无比 温斯洛真的受够了 抓住海鸥的腿 朝着石头上就是一阵敲 即便是黑白 也无法减弱整个画面带来的冲击 温斯洛四处望了一下 好像并没有引起长官的注意 本来漂浮不定的风向针 直到了东北方向就不动了 风向变了 温斯洛以为这是解脱 长官让他别傻了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东边正吹着强烈的风暴 赶紧在明天走之前 把门川给封好 听到明天要走 温斯洛整个人愣住了 这四周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嘛 今天温斯洛干起活来比任何时候都要买礼 他们盯木板 捞龙虾 看得长官都忍不住哈哈笑 晚上他们做了顿龙虾大餐 长官给到了满满一杯酒 解脱的前一夜 温斯洛再不喝点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温斯洛想想也是 举起酒杯 像模像样的念起了长官的诗 今晚他们一杯接着一杯 喝到后面都唱起了歌 微醺的状态下最适合聊天 长官也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当年他摔断腿后 在修女医院里遇到了个小护士 把他骗睡后才发现他们根本不适合 自那以后他再也没去过医院 所以腿也就一直没治好了 温斯洛笑着问 你对女孩子也这么撒谎的吗 两人都笑得很开心 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 长官甚至觉得挺不舍得的 这段时间他们虽然矛盾也挺多 总体来说 温斯洛还是挺适合做灯塔管理员的 再努力一点就能让他上灯塔了 温斯洛忽然收起了笑容问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上去呢 长官气得站起来扔掉了烟头 大声警告他 谁也不能碰灯塔 温斯洛情绪一激动也站了起来 这场争吵来得毫无意义 意识到自己很滑稽 两个人都笑了 来了四周 温斯洛竟然还不知道长官的名字 想想也觉得自己挺没礼貌的 托马斯威克 叫我汤姆就好了 长官没有隐瞒 但也没什么力气 似乎这个名字 和这个名字的过去 并不是他值得骄傲的回忆 他们都是在逃离着 那个容不下他们的世界 才会来到这个地方的吧 温斯洛和长官碰了碰酒杯 敬你 我的好朋友汤姆 也敬即将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知道后来又喝了多少 第二天早上 温斯洛醒来时 发现自己裤子都没穿好 地上放着满满两叶糊的屎尿 也不知道他们一晚上 怎么产量那么高 温斯洛跑到海边 把屎尿撒进了海里 大海回进了他一份大里 没过多久就刮起了狂风暴雨 最后一天了 温斯洛还是咬着牙把活都干完了 晕着霉的时候 他在礁石上发现了一个躺着的 霉得像天仙一样的裸女 他的手贪婪又颤抖地往下摸 竟然摸到了鱼一样的鳞片 这是条美人鱼 人鱼像是在戏弄着他 坐起来对他发出了刺耳的尖叫 吓得温斯洛把腿就跑 晚上的风浪越来越大 两人拿着行李在岸边等了好久好久 直到天完全黑了下去 他们才知道补给船不会来了 温斯洛变得自暴自弃 一边工作一边喝酒 长官跑过来告诉他 所有的食物都受潮了 这里必须讲一下 灯塔管理员一般都吃什么 因为地处偏僻 补给船每次来都会间隔几十天 岛上环境又是寸草不生 蔬菜鲜肉基本是想都不用想了 所有的食物都是腌制的 像现在这种补给船来不了的天气 能有酱油拌饭吃都已经谢天谢地了 如果还水倒灌的话 连饮用水都没有 温斯洛还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就说定量配给 已经到了恶魔的尾巴 最后一天而已 说不定补给船已经来过了 刚走不久 他可以去把小船拿出来追上去 没想到长官的反应特别大 不是一天 是几周了 我们错过小船已经几周了 你也喊了几周要把小船拿出来 我不想和一个疯子困在这里 温斯洛听得人都傻掉了 他只记得喝了个通宵 不就是一晚上而已吗 持续的风暴遮蔽了天日 让人分不清白天黑夜 自从温斯洛碰酒以后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疯狂地用酒精麻醉了自己 我们和他一样 已经分不清时间了 谁也不知道风暴什么时候会过 长官把温斯洛带到了灯塔下面 用铲子挖呀挖 挖出了几十瓶不知道什么时候埋下去的酒 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补给 整理的时候 温斯洛发现了把小刀 偷偷趁长官不注意藏在了身上 长官念念叨叨地讲着自己得了败血症的故事 温斯洛问 不是说天主教修女把你治好了吗 没想到长官却说 什么修女 我从来没讲过 自从酒变成主角后 他们的话真真假假 讲过没讲过 连他们自己都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一顿酒喝下去后 轮到温斯洛变得激动 他的舌头很大 以前在临场工作的时候 他的工头温斯洛是个加拿大混蛋 总骂他是狗 长官问他什么温斯洛 你不才是温斯洛吗 可温斯洛不知道是意识到说错了话 还是醉得太厉害 躲过了这个问题 闹了一阵后 两人忽然静了下来没说话 不知道谁问了句 What 另一个人也跟着说了句 What 两人哇哇哇地叫了起来 像是两条狗在互吠 温斯洛把杯子砸到了地上 大吼着想吃牛扒 如果我吃了鸡 我会吃了 长官忽然眼睛都湿了 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你不喜欢我的厨医吗 温斯洛抓起个枕头扔到他脸上 喝醉后满嘴都是胡话 但长官还是很受伤 他们那天吃的龙虾不是很好吗 长官像是个怨妇 一定要亲自听到温斯洛说喜欢 温斯洛也像个窝囊的丈夫 低着头死降着 就是不说 长官站了起来 表情变得无比凶狠 没有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 威武的就像海王波塞冬的样子 长官生气了 伴随着屋外的电闪雷鸣 以海王之名 给温斯洛降下了罪恶毒的诅咒 诅咒他被刺鼻的年夜堵住嘴 器官被咸水泡得发烂 海王的三叉戟 带着女巫的尖叫刺穿他的石道 被无尽的海水吞噬 直至被时间遗忘 直至他的灵魂消散 归属海洋 可怕的样子 让人差点就以为真的有坏事要发生了 结果什么都没有 雨甚至还不给面子的小了一点 十几秒的尴尬过后 温斯洛说 行吧 随你变了 你做的好吃行了吧 风浪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日常工作大部分也被迫停了下来 温斯洛每天把自己灌得最兴兴的 心中那根刺越扎越深 灯塔里到底有什么魔力 白天他趁长官熟睡时 捏手捏脚地去打开灯塔顶层的锁 发现拿的钥匙不对 于是又想看看长官的小本子是怎么写他的 只是没想到 小本子和钥匙都在长官身边 连睡觉都抓在手里 温斯洛掏出刀子 瞄准着长官的脖子 心想离解脱就差那么一刀了 没想到长官警觉地睁开了眼睛 轻轻地说了一句 你穿鞋的样子怎么那么娘啊 赶紧找点事做 不然我揍死你 说完翻身对他放了个屁 味道里充满了不屑 温斯洛的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 竟然对长官说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远离人类那么久 我也只有在你醉的时候才能忍你了 长官骂了一句滚 温斯洛笑了 笑容特别扭曲 雨下得很大 温斯洛跑到外面推起了手推车 可他运的不是煤 而是一筐雨水 里面还有个酒瓶 他的脑子已经整个泡在酒精里了 自以为在做着工作 其实只是像僵尸一样 重复着生前的动作 眼前的景象砸碎又凌乱 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 和什么是虚幻 他看到人鱼 和人鱼交合 看到了章鱼的触手 他抓着人鱼雕像 发了疯似的自我抚摸 又把雕像砍断了 他在捕蟹笼里 捞出一颗被海水泡的发胀的 独眼人头 这些恐怖的画面穿插在脑子里 摧毁着仅剩的理智 但那重要吗 一瓶劣质白酒灌下肚 世界又恢复了安静美好 歌舞升平 长官让温斯洛跳舞 温斯洛脑子里 全是在森林里学回来的歌 跳泪后两人头贴着慢慢摇 摇着摇着差点亲到了一起 温斯洛猛地一把推开长官 两人打了起来 滚在地上拳拳倒肉 打完后又抱在了一起 温斯洛讲了个秘密 声音里带了点哭腔 你叫托马斯 我才是托马斯 我说谎了 我叫托马斯霍华德 我可以相信你吗 长官制止了他 别告诉我任何秘密 我没兴趣 你的愧疚和世上所有的愧疚一样 无聊死了 愿意来这孤岛上的人 哪个不是自我放逐 长官实在听了太多太多的秘密 世上的故事大体相似 他早就腻了 但话说出口 温斯洛或者说托马斯 已经控制不住倾诉的欲望 他也曾无数次幻想杀死了温斯洛 但那天他真的没有动手 他看到温斯洛摔倒了 但他离得太远救不了 他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木材掉下来 把温斯洛给淹没 温斯洛向他大喊 托马斯你这个狗东西 他只能静静地站着 看着 等着温斯洛彻底没了声音 自那天以后 托马斯霍化得死了 温斯洛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个名字毫无希望 一只狗是找不到体面工作的 温斯洛讲完了自己的故事 抬起头却到处找不到长官 长官的声音从四面八方飘荡过来 温斯洛又陷入了幻觉 他在楼梯上看到了自己 转身一看 长官像天神下凡般 用神光照亮了他的眼睛 温斯洛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 温斯洛把小船推了出来 也不管风大浪大就打算下海 没想到长官拿了把斧头 把船给砍断了 一边大喊着别离开我 长官瘸着腿举着斧头 把温斯洛追回了房间里 一斧头砍在了桌上 恐怖的样子 和闪灵里的杰克如出一辙 温斯洛举着凳子防御 说要举报长官 他终于弄清了长官的阴谋 杀掉了上一任副手 那个独眼的人头 还有那被诅咒了的 满是邪恶欲望的人鱼雕像 也被他打碎了 除了灯塔上面的秘密 他全搞清楚了 没想到长官困惑地说 你在说什么呀 明明是你昨晚自己说漏的嘴 你看看你自己 疯了啊 刚才明明是你砍断了救生艇 还拿斧头追着我 你不记得了 但你不是相信我吗 把小刀拿出来给我吧 温斯洛听得迷迷糊糊的 可能也觉得是自己疯了 木然地把小刀交给了长官 长官还说 这是政府公务 要从他的薪水里扣 长官试图帮温斯洛 回忆起真正发生的事 你还记得我们在这多久了吗 五个星期还是两天 我们在哪 说不定我们都在你的幻想里 我是假的 倒也是 可能你现在还在加拿大的 某个深山老林里游荡 在雪地里自言自语 温斯洛反驳不过来 这些问题他一个都回答不上 他太累了 想喝酒 可是酒已经没了 还有的话 估计它也不会是现在爆发 使用酒精没了 他们还有工业酒精 工业酒精是喝不死人的 里面的甲醛才会 现代为了防止人喝工业酒精 制作的时候 故意对击了4%的甲醇 但在他们那个年代 工业酒精也只是难喝点而已 于是他们往里面倒了一罐子的蜂蜜 长官灌了一口 喉咙又辣又爽 今晚的风暴比任何时候都要吓人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雨水倒灌进了房子 家居物件都在水里飘着 温斯洛趴着吐的时候 长官的小本子飘到了他的眼前 翻了翻里面的内容 气得把钟都给捶碎了 长官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客厅里到处着火想抽烟 温斯洛划了根火柴 长官看到他的右手已经坏死发黑了 像是感染的破伤风 不过长官一点也不关心 还幸灾乐祸地讲起了破伤风的老故事 温斯洛爆发了 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他不愿再听 破口骂道 你就像个老处女一样 喋喋不休 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可事实上 你从来就不是船长 你也不是个将军 也不是个警长 也不是我父亲 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我受够了你的笑声 你的憨声 和你放的那些屁 你让我太恶心了 你这个罪贵骗子 长官缓了半天说了句 你还真的是儒雅随和口图芬芳啊小汤米 你被解雇了 温斯洛把刚才找到的小本子拿了出来 一字一句地罩着上面读 助理睡得晚 工作不达标 态度恶劣 躲起来自卫 上班喝酒 有严重暴力倾向 建议结算时不支付工资 这句话是最让温斯洛崩溃的 不给工资等于要了他的命 但他现在不在乎了 只见温斯洛跪了下来 抱住了长官的大腿 恳求长官让他看一眼灯塔里面的秘密 只要让他看一眼 他什么都愿意 长官眼里尽是嘲讽 你看看你自己 像女孩子一样漂亮 却来到这孤岛上假装硬汉 可不可笑 你假装神秘 对我来说却像一本自动打开的书 毫无秘密可言 你看你在哭 呜呜呜 你要杀了我吗 就像杀了海鸥一样 你这条杀人的狗 是你改变了风向 给我们带来了厄运 温斯洛冲上去掐住了长官的脖子 两人打了起来 长官根本不是对手 被按压在地上狂揍 温斯洛眼前又出现了幻觉 他看到了森林里的老温 又看到了代表着欲望的人鱼 下一秒 巨大的章鱼触手缠住了他 吓得他挥拳猛击 长官不停地求饶 差点就被打死了 蜷缩在了地上 比任何时候都要弱小 温斯洛居高临下 让长官学狗叫 长官怕死 只能配合地叫了起来 汪汪汪 温斯洛找了根绳子 牵住了长官的脖子 让他趴在地上 像狗一样爬着 奇怪的是 今天竟然是个大晴天 他们那天挖的坑还在 温斯洛让长官自己爬下去 往他身上埋土 长官不敢再反抗 嘴里念念有词 人类的想法千变万化 都融化在了吃肉的求知狱中 被恐惧所灼烧 最后被抛下地狱 那些看不到的 什么都不想要 却能得到神圣的恩宠 进入天堂 吐没过了长官的嘴 温斯洛跳了下去 把脖子上的钥匙栽了下来 正打算抽根烟 没想到长官一扶头 从背后砍中了他的肩膀 但这也只是回光反照 垂死挣扎了 温斯洛夺过斧头 只砍了一下 长官就完全没了动静 桌上还剩点酒 温斯洛忽然记起 每天喝酒那几句诗 是怎么念的了 他自己受的伤也不轻 几乎是爬着上了灯塔 这次他终于有了钥匙 里面的灯十年如一日地转着 也没什么特别的 他打开了灯罩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把手伸了进去 发出可怕的狂笑 也分不清表情是欣喜还是恐惧 只见他脚下一软 整个人摔下了灯塔 第二天一早 他赤身裸体地躺在沙滩上 身体还在抽动着 几个海鸥在雕琢着他的内脏 起雾了 这一切的故事都将会被大海吞噬 无聊又无趣 直至被时间遗忘 电影根据一个发生在1801年的 真人真事改编 两个名字都叫托马斯的人 来到了一个叫小灯塔的地方 担任管理员 这两人互相看对方都非常不顺眼 最后渐渐发疯死掉 里面有一段剧情是这样的 其中一个托马斯很不幸得了病死掉了 剩下的托马斯有两个选择 一是等着下一艘补给船过来 因为他们总是吵架 很容易就被怀疑是谋杀 二是把尸体扔进海里 一切就当没事发生 只是托马斯都没选 他做了个临时的棺材 把尸体装进去 用绳子掉在了岸边的栏杆上 谁也没想到天气会忽然恶化 把棺材吹散了 只剩尸体掉在栏杆边上 风一吹尸体就动起来 远处看就像有人在挥手的样子 因为风浪太大 过往船只都不敢靠近 远处看到有人在挥手 他们都以为没什么事 就再没有船停靠过灯塔 风暴过后 剩下的托马斯也死了 这个故事虽然恐怖 但太像编的了 导演就没有完全用 而是抓住了故事的另一个重点 身份 两个名字都叫托马斯的人 我们再回看故事 里面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 都没有正确答案 温斯洛和长官两个人 就像一出罗生门 在长官的眼里 温斯洛的所有表现 和他的小本子里写的一样 玩不成工作 态度恶劣 暴力倾向 躲起来自卫 还是温斯洛自己说的版本 但在温斯洛的眼里 长官害死了上一任助手 接着还要害死他 我们分不清谁的版本才是真实 唯一能确定的是 我们处在温斯洛的视角 而温斯洛的时间 行为都是混乱的 长官甚至还给了第三种猜测 这一切可能都是温斯洛自己的幻想 长官是假的 灯塔也是假的 他可能还在某个深山老林里 疯癫的徘徊 两人都叫托马斯 其中一个还叫托马斯 醒来 真的有那么巧的事吗 答案是开放性的 而每一种猜测 都让人细思极恐 好的恐怖片 从来不靠一惊一乍 而是慢刀子杀人 悬在头顶上的刺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给你致命一击 你只能一直提心吊胆 一点一点被推向疯狂 但除了恐怖的元素 灯塔同时也充满了黑色幽默 里面不仅充斥着屎尿屁的笑料 动作对话也设计得很滑稽 罗伯特帕丁森给出了近乎完美的表演 也让我们对新蝙蝠侠多了点信心 除此之外 电影还致敬了克苏鲁神话 章鱼触手 心地险恶的人鱼 深海中掌管着一切的恐惧未知 被好奇心驱使着 最后彻底疯狂的调查员 这些都是克苏鲁的味道 当然好的电影是会让人有很多想法的 我自己觉得最可怕的是第三种可能 这一切都是温斯洛自己的幻想 把一个人逼疯 真的需要远离人世的孤岛和狂风暴雨吗 还是说三杯九下肚 我们自己就能脑补出一个世界来 科技发展到现在 人们能产生连接的方式前所未有的多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却也从未像现在这般遥远 生活在忙碌中固化 根本不能给意外留出空间 连社交软件都在嘲讽 向陌生人打声招呼 需要具备登月的勇气 很多人渐渐地就把自己活成了孤岛 而寂寞是会把人逼疯的 虽然说过去总比现在美好这种话有点反智 但听着老托马斯回忆 齐科皮港口停满了船 贝德福德码头人们排队迎接 塞勒姆小镇里再也说不上话的修女 想想那时光还真的挺美好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点赞 求留言 求点赞 请订阅 么 母 saying UA 我